今天是我老婆生日 但是不知道送她什么礼物 作为大直男的我 直接问 老婆今天你生日 想要什么礼物 随便骑 全部满足你 什么都可以吗 当然 好的 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走 这怎么还跑瘦楼处呢 十年恒文泳池 健身房瑜伽馆 抬球室 俄克莎士普克 棋牌子 还有个甚合心意的豪华版KTV 然后这个走向 我就越来越看不懂了 兄弟们 咱也不知道他为啥敢看这个房子 那这个空调的大城 就是一个冠军场场的一个地方 然后空调西部的大城是 西苏亚人之风调 然后就买它 是吗 有一所以 这房子除了贵 目前看着没毛病 看得我都心潮澎湃 荷包收紧 你们说我老婆是什么意思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就买它 好好定 老婆的生意 老公的手难易 这一处整的又得心惊又跳几十年 已经买下来了 兄弟们 带大家看看我和瑜伽的新房 到底还是没溜过瑜伽 我能买的这个是四个房间的 不到四百块 这个客厅其实是暖长的 但是贪度不是那种大贪厅 我打算从这里 到这里 打一块长柜 把所有的手法问题的东西进行解决了 厨房 这就是交付之后的样子 静暖 新风 空调全部都有了 后面我们其实在装修的东西就不太多了 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个超大的双开门冰箱了 非常宽 估计放完冰箱还能居很多位置 这旁边可以再打一点柜子嘛 到时候再设计 你没有三开门冰箱 太浪费了 这个房间确实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 然后这个房间就是小朋友住 这是客位 然后就装好了 平时那个样子还可以 这一个超北的房间 后面到我的工作室了 然后我工作的时间 在这里也不需要太多的阳光 开灯就好 这个房间暂定可以留着 如果有客人的话 可以在这个房间当一个客房 偶尔住一下 来来来 这个后面就是我们的主卧 比我们之前住的房间好的一点 是这边有两个卫生间 主卧直接上卫生间 就方便了 这边洗澡就可以坐着洗了 这个房间是 它有个交互标准房 是二楼 我们买的是赤底盒 在上面一点 然后 其实主要买它 还是一部分 马上小朋友要早达要上学了 这个地方离学校要近一点 周边的配套环境都蛮不错的 医院 公园都有 现在还是期望还没拿房 过段时间 过个一年多吧 不到两年应该 我们拿房了 到时候就可以在这个新的场地 给大家拍视频 接下来 我要去努力搬砖还贷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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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